湖州德青的小曲反映 她在一家美容院办了卡 去年12月做了一次面部护理之后 整张脸变得又红又肿 小曲说 面部护理是去年12月8号 在德青这家小城固市美容院做的 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 医院去了两三次 她的脸还是很红 在此之前情况更严重 就感觉自己就是很丑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就是脸就红肿 然后烫 然后晚上痒就痛 就是睡不着觉 然后像钻戏一样的 我又不能抓 抓了我怕溜疤什么的 小曲说她是卖化妆品的 以前的皮肤很好 在小城固市做完护理的第二天 她就感觉皮肤很红 店家老板娘告诉她 这都是正常的 因为皮肤在排毒 让她先等等看 等了一个星期之后 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后来发得很严重 我自己就怕了 这怎么排毒排成这样 脸都肿成这样了 像猪头一样的 后来我就去医院看了 牛科医院就诊 她说是皮炎 病例显示 初步诊断结果是皮炎 小曲说医院去了好几次 花了一千多块钱医药费 她是洗面奶 就是给我洗脸 洗好脸好像给我拍水 然后给我用个一个仪器 给我吸吸吸 收缩毛孔插完之后 给我敷冰膜 那个小姑娘说 这个冰膜 他们店里效果很好的 然后医生给我就诊 就是敷的冰膜 她说这个冰膜过敏 她说你皮肤中 用了激素的东西 或是牵口超标的东西 才会这么发 小曲把问题反映给了 小城故事美容院的老板娘 对方表示 这事她去问过美容方面的老师 这个是你体内啊 就是有一些毒素啊什么的 排毒的话呢 有很多地方可以排 有些人是排在就是背上 有些人呢是 就是我们的肝脏 可以直接排掉 但是有些人呢 是排在脸上 其实啊老师说 这个是对我们 对我们个人来说 是好事情 因为这个毒素放在体内 你不排出来 它还是在你体内 那在哪去排毒 你说洗个脸 没有说这个排毒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自始至终 不会说排毒 因为我们这个 没有排毒的项目呀 这位王老板 跟发语音给小区的 老板娘是夫妻 对于排毒这事 两人的说法不一样 王老板说 他认为不是排毒 主要是时间上的问题 王老板说 去年五月份 小区在他们店里办了卡 同样的项目 已经做了六次了 前面五次都没有出现问题 然后呢 12月8号是最后一次来体验的 12月15号左右啊 还是很好的 没有很好 这个我现在 现在你不用 我现在我跟他解释 还有我们全部都是有 那个视频依据都放在那 他一定要这样操作了 所以说我们也适当地找了一下 他那个12月15号的 他这个是他 当天自己给自己拍的那个视频 12月15号 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美元过的 美元过的是吧 对对对 而且之前发的没那么严重 在美怎么美元 如果是真的是出现问题的话 我这个脸是一直反复的 王老板说 就算美颜了 如果那时候脸真的出现了问题 小区也不可能像视频里这么开心 小区拿出就诊记录 他说去年12月15号 他去看了医生 初步诊断是挫疮 看了一些药 吃了几天 一直不见好转 去年12月22号 他又去看了专家门诊 初步诊断为皮炎 1月5号 他又去复查 得出的结论 也是皮炎 他反正是12月28号 29号到我们店里来 突然跑过来跟我说 哎呀 15号 这个脸上称这个样子了 或者说产品用了过敏 或者说有了什么问题 肯定是不会超过24小时 不可能等到 一次两次三次六次 王老板说 从小区做护理 到来找他们 隔的时间有点长 很难证明 是他们店里的美容项目导致的 小区之前提到的面膜 王老板也拿了出来 包装上印了相应生产批号 和产品备案号 记者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中心的 官方查询客户端 化妆品监管APP 扫了一下这款面膜的调形码 显示没有找到相关内容 王老板提供了他在网上的进货渠道 产品页面显示 这是一款医用冷服帖 有相应的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 王老板表示 要他支付医药费 他觉得不太合理 但退款的事情可以协商 之后小区反馈 经过协商 王老板把卡里的1900多块钱 都退给了他 面膜的问题 记者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 具体的情况 他们会进行调查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